到宇宛頭,你見不見了? 是嗎? 你就是跟 LIDA 搭載的 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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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對啊 我還有一個朋友 這裡就是一份的買賣合同 中古汽車買賣合同 就是二手車買賣合同 我慶高采烈就 排走架車 興高采烈,看到一兩次了,喜歡了 但是呢,原來我不是 我沒有那個居住 居住證,居住證 只是旅遊的簽證 然後現在就遇到一個問題了 這個銷售的朋友說 去問了 一問這下,原來 香港人,不是你有錢就可以了 你有錢,在台灣 你要有居留證 對啦,還不一定能夠買到車 有錢不給你買 為什麼不給你買 你解釋一下 要居留證 居留證 住在台灣的才可以買車 你不是台灣 不能夠在這裡住的 沒有接受你在這裡住的 有錢也不買給你 不能過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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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過負買的幹嘛呢 還是對負 對啊 我申請居留證 現在是旅遊證 是算七頭的 八頭要買 然後你剛才說 什麼那個大燈 只開放兩個月給大家去換 變更 變更 就是這個形式上 你說刺頭的那個大燈嗎 是不是 就是說 本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那個怎麼會 大燈你不是隨時都可以換的嗎 燈泡有舊式的 它比較暗 現在形式的比較亮 那我換燈頭關你政府什麼事呢 我換這個燈泡跟你政府 有什麼跟啊 因為行照要去變更 因為什麼 行照 行照要變更 行使的執照還是什麼 行使的執照 要去變更 對 這個行使執照變更 跟這個換燈有什麼關係 換燈泡有什麼關係啊 台灣它就是有 要檢驗才可以啊 哦 你要檢驗才能夠換那個 比較亮的燈泡 比較亮的大燈 對 燈泡 就大燈燈泡 對對對 必須要檢驗過 然後才能夠換 不能夠隨便換 驗車你就是要趕回去啊 驗車的時候 就是要再改回來 重頭 啊 就如果你換了 你換了這個 新的 那個亮的 到你以後去 驗車 驗車的時候 還是要再改回來 你還是要 你乖乖先把我換 換回那個原來的 舊的 那個驗完車之後 你才再自己去換個新的也可以 對啊 改回亮的 改回亮的 這樣 對啊 大家聽了明白嗎 哈哈 居然 可以用個亮的保障 大家安全 它居然那個 有這樣的這個規矩 是吧 所以大家 一定要小心 來台灣 你要先了解清楚 這個買二手車 買新車也好 都是啦 買新車也是一樣的啦 也是不行 一定要有居留症 啊 才能夠買吃了 啊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只能夠找朋友 找你最相信的朋友 一起來咯 就用他 用他的名字咯 對吧 還是用租的而已 租車 租車是沒問題啦 租車當然沒問題啦 但是 很多人聽到租車很麻煩 是吧 你解釋一下好嗎 不過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是租車有什麼 風險 風險啊 對啊 大家碰到啊 碰撞啊什麼 或者說 車礦如果他本身車礦就不好 就不好 那你租來用了之後 到時候就入你樹啦 都是你的問題啦 對啊 就是這個風險 所以呢 所以 所以為什麼我要買車呢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嗎 對 我寧可我買回來 真的自己 有什麼問題 自己檢查一下 對啊 自己檢查自己修啊 這裡還是自己的車嘛 是不是 是吧 比較安心 比較安心 所以大家這個問題要 真的要搞清楚 那我現在只能夠用朋友的名字來買的咯 對 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對 是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注意 我已經踩進了一個小小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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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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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的水 水井 這個叫什麼 一個 總之不知道怎麼說了 總之我現在已經是有點有點有點暈了 只能夠讓朋友買咯 沒辦法了 是 行 用朋友的名字咯 用朋友的名字 好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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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